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带状泡疹,中医称此病为蝉腰火龙,俗称生蛇 名字有很多的特别的多,是由水痘带状泡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患者常常伴有明显的神经痛,阵发性的刺痛 严用的患者甚至是疼痛持续,不能触摸皮肤 即便是一阵风吹来,都能导致剧烈的疼痛发作 使病人痛苦不堪,特别的难受 生蛇的病发初期会有类似感冒的症状,特别的疲倦法力 头痛肠胃不适,病毒会沿着被挤神经去掉连接的皮肤表面 形成红疹,生蛇长于40岁之后发生 发病原因主要是免疫力下降,压力太大了,劳力过度 情绪不稳定,饮食不均衡等等 经常见的发病位置是腰部和背部 如果一旦患了带状泡疹,请大家一定要进到的到证部的医院去就诊 争取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如果大家不能立刻到医院就诊的话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能够有效的帮助 延缓病情的民间小偏方 对延缓和治疗带状抛疹都特别的有帮助 中医认为,生蛇是有感丹火胜 湿热内孕,复感邪毒等因素导致的 今天我们这个小偏方用到的是一味药 名叫做钢板龟 钢板龟这个名称有点奇怪 关于钢板龟这个名称的来历有很多的说法 乔夫已经死了,然后把他装进棺材 准备下降的时候,来了一位神医 用这种草药聚火了他 当人们问这位神医,这草药是什么的时候 这位神医也说不上什么名字 既然聚火这位乔夫,那么就叫他钢板龟吧 有的地方叫做钢板龟 钢板龟的别名含有长虫草 石倒退蛇不过 降龙草等等 它的叶片呈三角形,表面是绿色 背面是浅绿色,原阴脉有稀疏的钩刺 现代医学对于钢板龟研究比较多 它的传草含有分类,有基酸生物碱 氨基酸,油脂,黄桶大类,糖类植物等等 医药开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具有止痛消肿 杀虫清热解毒的作用 治疗带状泡疹效果比较明显的 也能治疗百易壳 痴疮,蛇勾咬伤等等 这个小片方是隔壁老人家推荐的 当时领域有人得了带状泡疹 就是生蛇,它是生在腰部的 虽然到了医院做了治疗,但还是痛苦不堪 老人知道后就采钢板龟 把它倒成泥糊状,然后敷在泡疹上 另外将剩下的草药煮水喝 当晚疼痛大为减轻 第二天,带状泡疹就基本好转了 治愈后不留伤疤 效果绝对是特别的明显 然而多年以后,我家人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 才真正的让我感觉到这种草药的神奇之处 并且对草药更加的加深认识 家人是前胸和后背都长得带状泡疹 整个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那晚家人神经状态不是很好,痛苦不堪 天亮之后,家人就采来了钢板龟 从熬药不到半个小时 家人就说感觉到了特别的清凉 一天之后,带状泡疹的症状就基本消失了 这几年,我将这款草陆陆续续的推荐给身手上的病人 快的一天左右就好了 慢的两到三天,基本上就有好转 今天将这个偏方分享给有缘人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带状泡疹呢? 第一,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过度疲劳 不要使我们抵抗力下降导致发病 第二,适当地增加衣物 注意保暖 天气变化无常 很容易让人体容易感染水痘 带状泡疹病毒 第三,要多喝水 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既吃一些辛辣以及刺激的食物 如牛肉、羊肉、辣椒、洋葱等等 第四,行事要多做运动 多锻炼身体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预防泡疹 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勤洗澡 勤换衣 保持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赞关注电影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编带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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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